今天狐狸猫、李莉和麦麦 在学校拿到一张流行性感冒疫苗接种同意书 他们仔细阅读施打流行性感冒疫苗的注意事项 同时对疫苗产生了许多疑问 他们十分好奇 为什么打了疫苗 就可以降低得到流行性感冒的几率呢 他们想了一想 各自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狐狸猫认为流感疫苗是把对付流行性感冒病毒的药物先打到体内 这样当流感病毒入侵时就可以直接对付流感病毒 麦麦则认为流感疫苗是把死掉的流感病毒打到身体 引起身体的防御作用 荧幕前的你认为哪一个说法才是正确的呢 关于狐狸猫与麦麦提出的疫苗作用原理 你认为哪一个说法才是正确的呢 A 狐狸猫说的是正确的 B 麦麦说的是正确的 正确答案为B 是的 麦麦的说法才是正确的哦 流行性感冒疫苗啊 是将死掉的流行性感冒病毒打到身体 引起身体的防御作用 进而达到预防流行性感冒的功效 还有一些常见的疫苗可以协助我们预防疾病 像是B型肝炎疫苗 或是被生锈的东西割伤的时候会打的破伤风疫苗 也同样是利用死掉的病原体做成疫苗 甚至也有一些疫苗啊 是把病原体的毒性减低 或是利用没有活性的病原体打到身体里 像是麻疹或是水痘疫苗 就是利用这样的方式 引起身体的防御作用 达到预防疾病的效果 不论用何种方式做成的疫苗 都是希望提高身体对疾病的防御能力哦 不过为什么要把死掉的病毒 甚至是还有活性的病毒打到身体里呢 听起来好像很可怕耶 把这些病毒注射到我们身体里面 我们不就被感染了吗 为什么这样就可以有效的预防疾病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着狐狸猫 揭开疫苗的秘密吧 疫苗的历史最早源自于18世纪 当时天花这种致命的传染病 带走许多人的生命 而一位英国医师爱德华金娜发现 曾经感染过牛豆的人 痊愈后竟然就不容易感染天花 牛豆是一种与天花相似 但只会对人体产生轻微症状的疾病 于是爱德华金娜医师 采用感染牛豆患者的农疫 接种到健康的人身上 发现能有效地降低天花的感染几率 虽然当时许多人并不认同这种方式 但爱德华金娜医师的做法 其实与现在的疫苗 有相同的概念哦 疫苗的英文字 vaccine 就是源自于拉丁语 牛豆 那么疫苗究竟如何发挥 预防疾病的效果呢 让我们接着一起看下去 还记得在先前的课程中啊 我们学习到 人体为了避免病原体入侵 因此有一套强大的防御作用来保护人体 这套防御作用有三道防线 第一道防线是皮膜阻隔 第二道防线是发炎反应 第三道防线则是专一性免疫 这里请你回忆一下 每一道防御作用具有什么功能与特性 哪一种具有记忆性 可以作为制作疫苗的基础呢 哪一种防御作用具有记忆性 可以作为制作疫苗的基础呢 A 皮膜阻隔 B 发炎反应 C 专一性防御作用 正确答案是C 是的 科学家就是利用专一性防御作用 具有记忆性这个特点 来针对不同的病原体开发专属的疫苗 以预防疾病的感染与扩散哦 以流感病毒为例 当人体第一次感染流感病毒时 身体需要一段时间 才能够调派专门对付流感病毒的军队及武器 前来对抗流感病毒 这时的专一性防御作用 不只反应较慢 效果也比较弱 然而如果我们先施打了流感疫苗 将死掉的病毒注射到体内 这些死掉的病毒啊 并不会攻击我们的细胞让我们生病 但身体就可以利用这次机会 当作防灾演练 先产生专门对付流感疫苗的军队 并且利用专一性免疫的记忆性 把这种病毒记在名单中 要是一不小心 下次遭到相同的流感病毒入侵时 因为已经有过防灾演练 且有了记忆性 专一性防御作用 就可以快速地调派特定白血球前来作战 不仅反应较快 效果也会比较强哦 这也是为什么有些疾病得过一次之后 身体就会对这个病原体有记忆性 因此相同疾病 就不容易再得到第二次的原因哦 科学家就是这样运用 专一性防御作用的记忆性 在针对每一种不同的病原体 研发专属的疫苗 以预防疾病的感染与扩散 过去有许多难以医治的疾病 就是靠研发疫苗 并且广泛地让大家接种疫苗之后 大幅降低得到这类疾病的几率 像前面提到 吉娜博士研发的牛豆疫苗 在将近两百年后的努力 让天花这种有着高致死率的疾病 完全消失在世界上哦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世界各地的科学家 都在努力研发新型冠状病毒的疫苗 希望可以赶快减缓新型冠状病毒所造成的疫情 以下关于疫苗的叙述何者正确 A 专一性防御作用具有记忆性 因此可藉由打疫苗预防疾病 B 第一次感染病原体时 专一性防御作用反应慢 但强度较强 C 第二次感染病原体时 专一性防御作用反应快 且强度较弱 D 疫苗可以有效降低得到任何疾病的可能性 正确答案是A 最后让我帮你做个小整理吧 疫苗是利用专一性防御作用的记忆性 来达到预防疾病的效果 注射疫苗时是第一次感染病原体 专一性防御作用需要较长的时间 作用强度也较弱 当第二次感染相同病原体时 专一性防御作用的反应较快 且强度更强 最后给你一个小问题想一想 狐狸猫 李狸和麦麦 在阅读流感疫苗接种同一书时 发现上面特别写 对蛋的蛋白质有严重过敏者 不建议接种流感疫苗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欢迎你去寻找答案 留言在下方给我们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by bwd6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